各位可以看到吗 55岁到64岁是最认真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百思不得其减 难道我这个频道是比较适合老人家吗 我这是老人频道吗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年轻人跑到哪里去 而且你会发现 年纪越小的 观看数越少 这个很奇怪 因为年轻人应该最容易挂在网路上面 比较会 其实不一定 因为没有需求 很多大学生 即便你什么东西都给他 但是他还是不会想看 因为他不知道 这些东西用在哪些地方上面 他没有需求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range 另外除了台湾以外 其实香港 美国 马来西亚 澳门 其实其他国家都可以看得到 这部分的话 当然里面还蛮多 什么播放地点 流浪来源 观看持续率 我稍微看一下持续 他们持续 然后大概都看多久 每一个影片 大概都看一分多钟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想说 是不是我把那个影片 尽量剪短一点 大家才比较感觉的看完 否则看 时间太长的话 可能大家还没看完 就想要把它停掉了 OK 这是题外补充一下 还蛮有趣的 从这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现象 OK 然后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19 所以请各位等一下 看一下我们书上面的这个 在问题19 在167页的地方 167页 那这个地方 主要就是说呢 主要需求是这样的 第一个就是说 各位应该有这种 遇到这种状况 就是说 我需要做大量的 比如说这边学生呢 总共会有几个学生 我们来看一下 总共有100个学生 那也就是说 我100个学生呢 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100个学生的图表 做出来 那以往你要怎么做呢 先把标题选起来 合计不要选到 然后呢 再来选这个人的 再利用什么呢 插入里面 有个直条图 产生一个图表 那这个图表呢 产生之后 你要把它调大小 调完之后的话呢 你要把它怎么样呢 放在一个图表里面 放在新的工作表里面 把这个怎么样呢 把它剪下来 搬到这个许子1 比如说 我搬到这边来 一个对不对 然后你要再产生下一个 下一个标题 再按卡凑键 选这个人的名字 还有四个层七 再一样插入一个什么 直条图 然后呢 再把它缩小 缩小之后呢 再把它剪下来 然后再放到这边 放到这边 把它贴上 一个一个一个 不过 总共100个学生 你要做100次这样的动作 我看你可能会觉得很 可能会想要 看有没有什么更快的方法 那如果说呢 你今天呢 是用Excel VBA的话 当然就可以快很多 就是说呢 你可以100个学生 马上帮你产生 100个图表 自动放在你应该放的位置